在2019年到香港小姐競選 首輪面試,一班參賽者 混集將軍澳電視城,勢必引起話題 每年都有美女和兼蜜女王 也都有陪跑極品 今年也不例外,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今次一組跑出來的候選佳麗 就有王家文 今年25歲,代表過香港參選 2018國際小姐競選 13年開始做model,拋過不少廣告 她被網民大讚 腰幼波大,腿長,樣子漂亮,什麼都齊 好有冠軍相 另一個大熱的,是youtuber蔡佳欣 同樣25歲的她 已經是時裝店和美甲店老闆 被人說是氣質女神,還要帶點小性感 可惜她已經名花有主,有個banker男友 住收犯罪學,23歲的KT Yang 亦都被人捧,最有冠軍相候選人之一 她有九頭身,加甜美笑容 身高178cm,42吋長腿 認真才貌相傳 今屆有部份參賽者,都有明星相 好像這位港姐馮瑩瑩的同學 面一樣,她就有點像堂妹 可愛清純得來,又有女人味 今年張子儀師妹,亦都捲土重來 20歲搖宇家 其實去年都有參選 但因為當時,修讀北京武道學院 要繼續學業,無奈退選 時隔一年,已經重新裝備自己 中虛韓國學武,抵她大熱 還有這位叫王菲 沒錯,她真名真的叫王菲 今年23歲,樣子雖然不像天后 但也挺美女 她說名字是媽媽說隨便改 不過自己就不喜歡王菲 看完美的東西 大家要有看零類東西的心理準備 首先第一位牙肉妹,Isabella Wong 笑容都好甜美 但可惜的就是 她不應該帶阿婆福加雅來參選 哎呀,失策了 咦,這位白裙佳麗,這麼熟口面 這麼像公雪花 這位25歲張子林小姐 是不是來錯地方 這裡都來屯門公園大媽的鬥多遠 這位有什麼事 我們來選美 雖然樣子不是差 不過你下巴沾到整個空氣 君子動口不動手 你是不是想扮蛇精男 咦,外回家之開心速遞的慈美麗都來了 這日還要穿條淺藍小短裙 露出大尾腿,真是殺死人